我们说天底下最好的饮料就是茶 热的凉的 它这不是起决定作用 说到夏天得喝茶水 陈老师非常认同 喝茶的有一些人又要找您了 你看看问题就来了 我这人爱喝茶 一年四季都愿意喝茶 尤其夏天都愿意喝绿茶 还有喝温湖的绿茶 好朋友说 一年四季老子喝绿茶 它是偏寒 夏天是清热续火 搞感觉我这喝完绿茶 咽喉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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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 都特别熟识 这个朋友说了 你天天喝绿茶 水上阳气 不知道是怎样 从温度上讲 茶水可能是温热的 对不对 很少有人喝那么特别凉的 但是从这个药理药性来讲的话 人家茶叶也算有药理药性 寒凉什么还是热的 对不对 这个我们夏天能不能多喝 你比如说绿茶 它是讲 它跟中药是一样的 那这个茶叶 我们说绿茶 红茶 花茶 绿茶一般清火的 红茶一般都是温味的 对吧 这个花茶 基本上它是 这个是走平性的这样一个 还有一些半发酵的一些茶 我们喝什么茶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状态 和表现出来的症状 对吧 如果你经常上活 要喝绿茶为主 大家注意听啊 我说的是以绿茶为主 就是说我天天经常上活 我也不能每天大碗大碗的都是绿茶 否则的话 它会伤到胃的 怎么喝呢 最科学的合法就是你上活 我要喝绿茶 你可以喝两天 喝两天绿茶 我喝一次红茶 给它拌进去 这样的话 我在轻热的同时 我又保护好我的肠胃 最好了这一种啊 不是说你天天就去大碗大碗的绿茶 就一直喝一 这就喝 哎 那这 那个就是叫叫过度治疗了 就跟你 你那个吃药一样啊 说我上活 我就拼命的吃凉 咬坏了 最后吃下来 把脾胃给吃坏了 所以我们喝茶 也是讲究这个啊 或者你喝三天茶的时候 我喝一次红茶 对吧 那反过来说 你就是体质寒的人 我们可能经常要喝这个红茶 一样的道理 在喝几天红茶的时候 我偶尔喝一下这个绿茶 哎 瞧解 是我体内别的火毒啊 你经常吃热性的东西 你第一次吃你这个含 它是时间长了 它会产生热毒 所以我偶尔喝一次绿茶 哎 就把这个废物 这个垃圾 给它往外排一下 校正一下 这就不是叫过度了 对吧 如果你平静的人 就是说他也没有明显的含 也没有明显的上火 我就是想喝茶 对吧 我建议什么呢 就跟咱们这位大哥似的啊 喝着花茶 哎 花茶它比较 它比较平和 或者是什么呢 那我喝绿茶 红茶我也想喝 可以 你可以上午 咱们可以喝这个绿茶 下午可以喝点红茶 这样它平衡过来了 明白 对吧 这是对平静体制的人啊 但是我们所有的茶 绿茶 红茶 花茶啊 我们不提倡晚上太晚喝 精神 对了 对了 影响睡眠 睡眠不好 可能我们好多身体就失调了